新北市在推动有机小农场政策后 更进一步将有机概念延伸到社区 日前农业局局长廖荣卿 特别前往了新店花园新城社区 推广自然农法农园 以及绿色友善餐厅 并且与社区居民交流有机心得 希望透过社区农园的推广 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有机 自己动手来栽种蔬菜 位于新店花园新城社区的这片农园 面积虽然不大 不过里面竟然栽种了近百种植物与蔬果 而且完全是以自然农法耕种 没有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 负责耕种的是 Tommy和他的一群外国朋友 当初这里原本是一块荒地 经过整理绿意盎然 这个空间也是从小小的 就是先把土壤创造出来的 有一个肥沃的来源 慢慢的有很多很多植被 也可以长在这边 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些树种 也可以产生 所以我们是模仿大自然 而设计出来 同时当然就会有很多食物 这个食物就是我们自己要吃的 或要分享的 给社区的人 那社区的人 现在连一些年轻人 还有一些小朋友就会来参与 同样位于花园新城社区的 这家蔬食餐厅 店内都是采用 无添加化学成分的食材 沙拉里头的蔬果 更是由老板娘亲自 以自然农法栽种 老板娘哄永诚说 她和先生因为 有感鱼生态浩劫不但发生 所以决定开餐厅推广健康蔬食 这次呼吁大家一起爱护地球生态 我参加了马来西亚的震灾 那缅甸的风灾 那时候我真的就看到 全球暖化的严重性 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 跟我老公两个人就在想说 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尤其他去 他以前在Samsung工作 那他去韩国 上就是出差的时候啊 就会就是看到很多的蔬食店 而且是一人开店 近年来除了推动有机小农场政策 也期望进一步将有机 从农田延伸到社区 因此农业局局长廖荣青 特地前往了花园新城社区 和居民交流有机心得 希望透过社区农员的推动 让更多人能够投入无毒农业 社区的少部分的居民 能够把这个有机的理念 就是无毒安心的一个蔬菜 能够付诸以实行 让社区的民众 能够吃到一个健康的一个蔬菜 那我们希望说今天 既有这种社区型的 一个有机蔬菜的种植 能够示范到我们的全市 所有的一个社区 农业局指出 如果辖区的社区居民 有需要经验指导 或是经费上的补助 都可以向农业局提出申请 记者成品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